民间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 台一线活动进入第九天 今天前进苗栗 跟热情支持者握手 她的右手淤青一片 甚至有抓伤的伤口 不过有粉丝更激情了 一位中年的女性小英明 伸手搭上了蔡英文的脖子 甚至想要把嘴督上去 抢吻蔡英文 让蔡英文的随护下了一大跳 行进奇怪的民众 想靠近蔡英文马上被拉开 台线第九天前进到苗栗 有意外状况 也有支持者很热情 像这样死忠的女粉丝还不少 中午在通宵 这位带头巾的中年妇女 甚至手勾上蔡英文脖子 还想抢吻她 被党功火速拦下 离场时还好她收敛不少 乖乖排队握手 蔡英文算是趋劲一场 他笑笑没多说 但接下来随乎可紧张 执行严格 主人墙眼睛盯紧 每双手神情紧绷 这一天连施放鞭炮 也被要求保持安全距离 免得再出意外 直蔡英文走台线 从南到北拼九天 右手已经被握得伤痕累累 刮痕黑青还有五十块铜板大小 他都没有差 蔡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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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还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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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手伤却笑咪咪 为了选票 这些瘀青或小意外 他可能都当战场勋章收藏 特别新闻 陈一伟 徐立凡